大家好,我是學長,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在關注學長的人呢,應該都會發覺學長最近蠻常在爬山的嘛 那我也覺得在戶外裡面能夠煮咖啡,能夠沖咖啡真的是一件非常爽快的事 只要你在山林裡面沖過,就會發覺說,哇靠 你的咖啡真的是抱好喝,而且體驗真的超級舒服的 但是對於常爬山的人來說,重量永遠是支柱必較的,還有體積嘛 所以學長這一次呢特別找了很久 終於找到一套,我覺得非常好 而且它無論在重量或體積上面呢,都非常適合爬山的人 山友的一套裝備,就是這一套 然後大家想看這個小小的空間裡面呢 它已經包含了濾杯、手沖壺以及磨豆機 三個最佔體積的東西呢,就在這個小小的包包裡面就可以搞定了 那我們就看看裡面 封面這些部件 首先呢是這個 這個呢一片的矽膠片呢,是哈利歐最近研發的戶外系列的V60 它平常呢攤開就是一片矽膠片 但裡面可以看到溝槽嘛對不對 這溝槽呢是跟V60的溝槽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平常在家裡使用V60的話呢 你在戶外直接使用這個戶外系列的矽膠V60 它的感受度是很接近的 然後呢可以看到後半部呢這邊有五個鈕扣 然後呢把它扣起來 以後呢它有一個底座 這個底座呢跟著鈕扣一個 這邊有一個小洞嘛 鈕扣放上去以後它就會變得穩穩的 這就是一個V60濾杯了 非常的方便 然後呢體積也非常非常的小 而且很輕 那我們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呢第二個呢是戶外系列的賀嘴壺 這個是塑膠材質 所以呢它的體積非常的輕 然後呢它大概裝滿水可以裝到快400cc 所以呢基本上呢可以用兩人份的咖啡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非常非常輕而且也耐摔 它又體積很小 所以蠻適合放到包包裡面的 這是哈利歐出的這個賀嘴的 大口徑的一個手沖壺 塑膠手沖壺 然後第三個呢是磨豆機 磨豆機的部分呢 學長其實選了非常久 因為我同時要兼顧輕量體積小 而且呢又要風味不錯 所以最後千挑萬選呢 我選了這個Minos的 這個是它比較入門款的磨豆機 那它特色是什麼呢 它的外層算是塑膠材質 但是呢它的內刀盤呢還是不鏽鋼 OK 所以呢它在設計上面呢 還有它的濕力上面呢都還算不錯 你研磨起來呢不會非常吃力 然後品質呢也還算是OK的 那它最棒的地方就是它的體積小 而且重量非常非常的輕 那這三個器材呢 它總重量不到500克 所以對於一個戶外手沖的需求來說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但是呢學長還是要跟大家講 如果你的人數比較多 或是說你會飲用量比較大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呢 我們把磨豆機換成這一台 這一台 就是學長之前常推薦的粒子C OK 因為粒子C它畢竟是全不鏽鋼的 所以它的省力程度呢會比 Minos再好一些 所以如果你是有八個人團隊 或十個人團隊的話呢 可以考慮我們使用粒子C 你磨起來的速度會快很多 而且很省力 那重量呢大概會多重個兩三百公克 這三個的組合呢從500克 這三個加起來呢大概七八百克 所以這兩個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介紹完這些東西以後呢 我就馬上來示範給大家看 那我們先來煮水 那我建議大家 因為你一般戶外你不會帶磅秤 所以你剛開始的時候你的水呢 可以直接使用這個 手沖壺來做涼杯使用 譬如說呢我平常喜歡用1比15的 粉水筆嘛 所以我一般來說是20克的咖啡豆 然後用300CC的水 所以呢就可以用這個涼杯直接來測 那待會你在沖煮過程中 就把這個手沖壺的水全部用完 你基本上的粉水筆就還蠻準的 300CC OK 所以呢這個賀嘴壺其實很方便 它也可以當涼杯使用 那我們就開始煮吧 那我們現在先煮個水 然後呢同時呢我們來做研磨 那這台磨豆機呢大概 裝到滿大約就是20克 所以它的好處也是這樣子 就是你基本上也不太需要去測量了啦 大概就是20克的分量 然後呢研磨度呢 我目前是測大概是23到25之間 那大概呢研磨時間大概1分鐘左右 然後這一隻呢 它的風味上面呢 基本上呢也 我覺得在戶外來說呢已經算可以了 因為它的重量實在很輕 它算是一個滿OK的選擇 然後呢它裡有這個濾杯 這個戶外濾杯呢 它底座上面呢有一個這個 小小的一個點點齁 這點點呢其實非常方便 因為在戶外的時候呢 有時候你的地面不是那麼平齁 這個部分呢可以有效的 幫你勾在你的 你的下壺或是你的杯子上 那像今天帶的是 Stoke的杯子 那如果在戶外的話 各位可以用泰杯啊 或自己的 髮廊杯等等等等 它可以勾在你的這個杯口 它就基本上呢比較不會晃動 蠻好的 然後這次呢 哈利歐的這個也有出他們專用的濾紙 但是一般的哈利歐的濾紙呢 也是OK的 放進去 咖啡粉呢 那這次的哈利歐的濾杯呢 它是做大的 0.2的尺寸 所以換句話說你最多最多的話呢 是可以用到大概40克的咖啡粉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 它這個壺 剛剛跟大家講嘛 大概醉到滿呢 大概就400多 所以如果 你有這個需求 必須要做比較多人份的沖煮的話呢 你可能就是要 同時在燒水的過程之中 然後給到一半斷水的時候呢 再繼續補水 你就可以滿足一次可以沖到 比較多人份的這樣的需求 待會呢會跟大家講說 其實這個壺呢 它在運水上面呢 的難度會有一點點高 因為畢竟它跟一般的 細口手沖壺會有一點不同 所以呢 大家可以多多使用 中心駐水法 或者說繞圈的幅度不要繞太大 其實它會更好喝 我的水差不多滾了 我隨便開始沖煮了 其實滾水下去就可以了啦 因為其實山上風也很大 你其實一下子呢 它水溫就會降了 然後它這種壺呢 又是沒有蓋子的 所以它的溫度 其實跑得滿快的 所以其實滾水下去 悶蒸的時候 溫度稍微高一點點也無所謂 因為你整體濾杯很容易就降溫了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了齁 剛開始我們一樣 該做悶蒸我們做悶蒸 然後呢 中間給多一點 往外繞 好 然後一樣 悶蒸時間30秒 我們其實它整個體驗上面 會跟你平常在家裡沖的感覺 還蠻像的 但是呢 多了一點愜意啦 畢竟 器材上面呢 還是蠻舒服的 好 膨脹狀況呢 其實可以看到 也蠻好的 在戶外呢 用現場可以手磨 然後呢 膨脹的狀況呢 可以那麼的完整 其實算蠻厲害的了 OK 好 差不多時間以後 自己莫數30秒以後 就開始下一段了 我們剛開始呢 先中心注水 它單點注水的時候呢 它的能力是不錯的 會看到 它這個 排氣的狀況 很舒服 還有明顯的水深 畢竟是我們熟悉的V60 所以會發覺說 V60不會是做濾杯的老行家 做了這麼多年的手沖 做了這麼多年的濾杯 在戶外上面呢 它的成品來說呢 還是非常適合我們 真正在沖咖啡的人的 跟一些 以登山為主的品牌 他們的思維上面 比較起來 它的風味上面會好蠻多的 OK 然後呢 可以看到我流100cc的水 其實你在沖的過程中 可以看一下你自己的 使用的水量啦 所以大概可以抓到說 如果你平常喜歡 比如前面200 你用中心注水 後面100呢 你用繞圈圈等等等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量杯上面的水 水線呢 去控制一下你的給水的多寡 好 流完以後呢 我最後140分兩次灌大水 一次 OK 那流完 做一點尾韻的body 因為這個湖呢 我是不建議大家 就是很小心的繞圈圈 因為它畢竟不是細口湖 繞圈圈的能力是沒有那麼好 但是它很適合給大水 讓我的濾杯裡面呢 做一點小煙水 那做小煙水的好處呢 就是你可以做出足量的 body跟口感 OK 340c全部倒下去 然後呢 你就完成了 無論是粉水筆啊 或者說你的 每一次的給水量 其實都可以 有一定的準度啦 所以其實 這個工具真的很方便耶 雖然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其實 它用一些小細節 讓你的 沖煮體驗呢 不會很亂 也不會說 我好像跟我平常在家裡 沖的差非常多 那沖完以後呢 OK 我們就可以把 濾杯 收起來了 那這樣一杯 好喝的手沖就搞定了 那以上呢 這些東西呢 就是這一次哈利歐所出的 但其實還有一個呢 是Minos出的磨豆機 那這樣的一套的設備呢 真的對於山友來說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也是希望現在呢 出去爬山 然後在山上手沖的一個 非常喜歡的一套器材 那最後呢 就要再跟大家講齁 那你用完的時候 我怎麼收納它呢 綠紙跟咖啡粉的部分呢 我們無痕三菱嘛 所以呢記得拿塑膠袋 把它帶回去 然後呢 這個 綠杯的部分 OK 你就直接把它拆開 OK 然後手磨的部分呢 就是把這個 搖壁拿掉以後呢 直接把 這個 磨豆機的 機身 放到 我的 手中壺裡面 然後把搖壁呢 也放進去 你會發覺說 剛剛好齁 然後 綠杯的部分 對摺再對摺 然後呢 邊邊有縫縫呢 你就往裡面塞 反正它也不會變形齁 OK 然後最後呢 把這個 底座的部分 掛在 身體上 然後呢 就可以整包 放到任何一個 你想要的小袋子裡面齁 這個袋子是 學長自己隨便找的啦 放進去以後 這樣就完成收納了齁 這樣一個 500公克 真的非常的棒齁 學長超級喜歡的 那我們今天的 學長看一下 這邊位置 如果各位有什麼 好的戶外器材的 建議的話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